盘点杀金PV中暗示的那些细节 在杀金上赌桌后 箱子里的这个石头 我们通过在2.1剧情中 杀金交给星期一的拖帕石进行颜色对比 这颗石头很可能就是拖帕石 在后面电视老板的这个画面中 这颗石头被画作了是筹码 结合2.1剧情 杀金就曾用拖帕石和翡翠石来进行过赌局 基本可以确认这就是拖帕石 人家说不愧是杀金 赌局玩的就是心跳 只不过玩的是拖帕 杀金进入独断后 用一枚筹码就在老虎机里赚了三个字 老米我误了 这是不是在暗示我抽出三个杀金 一枚筹码足以 TV开头出现的鞋子和手 可以确定抛出筹码的 就是小时候的杀金卡卡瓦夏 而在视频末尾 杀金又将筹码抛出 又回到了卡卡瓦夏的手中 这段开头结尾 阿琼的个人理解是为了深化出 杀金的笼子永远不会输的形象 因为不管筹码如何流通 到最后依旧流向于杀金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还有什么阿琼遗漏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补充哦